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小米4和魅族MX4 哪一款手机跟你调一些呢 首先我们从这个名字开始说起 大家知道 魅族的这个名字啊 魅族它是根据中文 魅族的拼音 M E I J U 所以它就是一个中文的拼音 你如果把这台手机拿给一些 不知道这个品牌的脑外看 他们是绝对拼不出这个名字的 所以呢 魅族的这个名字啊 我一直都认为很妥别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认为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妥别的名字 非常重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小米 什么是米呢 MI MI是什么意思呢 MI就等于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 所以小米是移动互联网 小米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一款智能手机 雷军是用移动互联网的思路来 来重新定义智能手机 所以小米的这个名字的笔格是非常高的 也非常国际化的 所以你把这台手机拿给一些脑外一看 他们马上都能够认出来 这是米对吧 都能读出来 这叫米小米 对不对 所以从名字来说呢 小米完胜 魅族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手机的质量 很多人都说魅族 魅族手机的质量非常好 那是因为魅族手机卖的很少 对吧 所以相对来说质量差的肯定要少一些 小米手机一年卖几千万台 对吧 所以他的知名肯定相对来说多一些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小米的负责人是摩托罗拉前任总工程师 对吧 所以人家有丰富的经验 魅族呢 魅族的负责人黄章呢 他其实他这个行业也没做多少年 对不对 做质量手机就更少了 所以从 所以小米的这个质量是不会比魅族的差 只是说魅族卖的太少 首先是质量差的是吧 少一些 小米呢一年卖几千万台是吧 所以呢 质量差一点让你感觉好像很多 这很正常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团队 你们看看魅族的团队 基本上都是国内的一些人 对吧 没有出过国的 没有见过大四面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小米的团队 有来自微软的 有来自谷歌的 有来自摩托拉的 全都是国际应用的大团队 所以小米的团队是 是国内最豪华的团队 也是最牛逼的 所以无论是从品牌 logo 质量 还是从团队 小米都完生魅族 所以呢我认为 小米4要比 魅族MX4是屌 小米4是目前 最屌的智能走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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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